大家好我是Tony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这一款定时器开关的单双倒计时功能 我们先看一下产品 今天的主要配件有直视灯 模拟负载 电线输入 我们现在给产品那个电线先连接起来 火灵灵火 好,输入已经接好 现在我们接负载 好,现在接好了 现在我们给产品通上电 好,产品通电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产品 C2按键按4次产品解锁 1,2,3,4 产品解锁 我们测试一下产品是否能正常工作 现在是Auto 是自动 现在按Menu按键 长开 直视灯负载点亮 OK 按产品打开负载OK 长臂没有问题 现在我为大家介绍单双倒计时功能 按住时钟按键加P按键 先按住时钟再按P 按住三秒钟左右 来到这一个界面 OK 这是开启时间 负载开启时间 按D加按键 1,2,3 我们设置成三秒 如果三秒按错了 我们可以按CR按键 取消 取消 我们可以重新设置 1,2,3 按时钟按键 关闭时间 循环的关闭时间 也是按D加按键 1,2,3,4 我们设置成4秒 H加是设置的是那个小时 我们看一下 一共可以设置成多少小时 循环开启跟关闭时间 是一样的 一共可以设置99小时 一共可以设置成99 这是关闭 开启跟关闭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分钟 分钟的话是60分钟 59分钟 59 我们设置成4秒 我们看一下 开启时间是3秒 关闭时间是4秒 我们设置好了之后 按Menu按键 开始倒计 开启 开启 3秒钟 关闭 它会无限循环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如果说我们要暂停 暂停产品工作 我们再按一下Menu按键 产品暂停 然后按CR按键 取消 关闭 取消 现在我们要回到那个 主界面 再按住Clock键 时钟按键 加P按键 先按住时钟 然后再按P按住大概3秒钟 回到主界面 OK 然后按CR按键 1234 产品锁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